沒安全感 我覺得這種沒安全感可以有很多詮釋 一種是對於錢的沒安全感 它有 對於愛情的沒安全感它有 因為她從小沒有父愛 她對父愛是有渴望的 她其實某種程度她是憤怒 那我覺得就劇本面來說 我們知道安琪可能在家庭上面的關係 她是破碎的 包含在職場上面 她也是用盡她的權利 我覺得這一部分是因為 源自於她可能沒有安全感 她會覺得只有錢不會背叛她 那我自己為她的設定是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覺得 當然她的生活除了工作 是沒有額外的重型的 譬如說她目前是沒有家人的狀態 她的爸爸不知道在哪裡 她的媽媽也已經在婚了 不在她的生活範疇裡面 那當然她在故事的一開始 她也是沒有另一半的 她是沒有戀愛的狀態 所以我會覺得 有一部分除了她 錢帶來安全感之外 她也想要用工作去填滿她的人生吧 沒安全感 我覺得這種沒安全感 可以有很多的詮釋 一種是 對於錢的沒安全感 她有 對於愛情的沒安全感 她有 因為她從小沒有附愛嘛 她其實渴望的 但是她不知道什麼是附愛 所以在愛情上面 她也是有點像驚弓之鳥 很渴望 但是我又不知道 我值得嗎 或者是我該在愛情裡面 是什麼樣的狀態 對 然後職場上 我覺得她也是沒安全感 她在努力的同時 她也很怕她會被後備 長江後浪推前浪 如果我不努力會不會 是不是我就沒有我的一席之地了 在職場上 我覺得她也是相對沒有安全感的 就是自己看了這麼多劇本 然後看了這麼多部作品 國內外的都看 其實我覺得 原生家庭這個議題 真的是很適合放在每一個故事軸裡面 那當然我覺得安琪這個角色 也是因為她從小沒有附愛 她對附愛是有渴望的 她其實某種程度她是憤怒 因為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離開 然後我覺得我是被丟下的人 然後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對我 甚至後面發現其實 我也是嫉妒的 然後那是非常複雜的心情 但但代表我討厭爸爸嗎 其實我不討厭他 我反而很想知道他好不好 就是那個關係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我覺得 在安琪的成長過程中 她是缺乏父愛的狀態下 她當然也會同理的希望 未來跟我一起生活的這個男生 可能有父愛這個特質 所以可能在這個時候張瑞出現了 張瑞是一個年紀比有稍長 然後行為能力做事都比 我更有條理 社會地位也比我好 我會覺得哇這個待在他身邊 好像很有安全感 甚至還可以保護我 然後他可以給我的未來 有很多指點迷津的能力的時候 就會覺得 其實這是不是就是我所謂缺乏的父愛 可能在某種狀態下是有點意亂情迷的 但是是真的愛這個人嗎 我相信在那個當下 安琪是還沒有搞清楚狀況 所以我覺得安琪在這一塊 在愛情上面 她也是藉由每次的戀愛 然後去一起進步 然後整理說知道 自己到底渴望的愛情是什麼 是我渴望被照顧 還是渴望照顧人